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伊朗的二号人物 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战争的机会会减少 以后都斩首了 不用士兵冲锋向前了 减少炮灰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 当然川普自己也是危险的增加 因为斩首他可以斩首别人 别人可以斩首他 那用自己的威胁来换取百姓的安全 这应该是每个政治家应该做的 恭莫大爷 不单是对美国人民有利 对世界人民有利 第二 是恐怖袭击 是吓唬人的 我们知道纽约这个市的市党宣布这个纽约进入戒备状态 安派肯德警察要给加班费了 但共和党不敢说啊 因为说的话那选票就没有了啊 因为在美国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说你说 那么有恐怖袭击 万一发生了呢 万一有0.01%的进入发生了呢 那死了一个人怎么办 美国的人民很值钱 所以呢 花点加班费没问题 这个政府财政出点钱没问题 纳税人出点钱没问题 但是不能说呢 这个机会没有 你不能说是没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这个呢 总体上呢是吓唬人的啊 原因很简单 那你杀我一个老百姓 我杀你一个虫 以色列就这么对付这个阿拉伯人的 那个巴勒斯坦的 巴勒斯坦的这个叫恐怖粉丝 杀死一个以色列老百姓 我就杀你一个头 那以后下面人那些激进粉丝想到反的话 那些高层的时候 不能不能不能去暗沙巴 暗沙巴我们杀了 他害怕 相信伊朗也是一样 伊朗他只能杀老百姓 他要杀传统呢 不能 那说杀一个美国的高官 杀一个外交官 那对美国的影响不是太大 美国是民主国家 选一个上来就行了 但专制国家这人一换 整个国家就乱炮了 那习近平死了 哎呀 整个国家就翻盘了 不一样 民主国家呢 一般呢 对安斯坦呢 不怕命是一样 一条人民都是值钱的 大家在这个英华面前呢 都是平等的 但是呢 在民主国家来说呢 带不来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 对安斯坦来说 当然还有人说 这个川普是为了选票 这个号召人民都起来 这个保卫美国啊 那然后会给他的选票呢 带来这个增加 也就是对他连任的加分 这个我也承认 但我认为呢 这只是副产品啊 相对来说 他自己本人承担的风险 还有整个美国精英 是承担的风险来说 他当然包括共和党 那 应该说选票呢 是会带来 呃 家伙 但这个呢 不是主要的东西 相对来说 对战争的减少 对这个人员商用的减少 对苦不惜一的减少 这个来说呢 应该是 多给他两张票是应该的 最后呢 就是贸易谈判呢 带来利好 因为中美贸易谈判呢 一直伴随着啊 这样那样的一些啊 威吓啊 那当然包括这个 金山啊 包括这个伊朗啊 叙利亚啊 这个地方呢 他们呢 在中共操控下呢 他会用一些武力的威吓啊 然后两边呢 来配合的做 一边贸易谈判 一边这个战争叫嚣 当然现在呢 这个战争叫嚣呢 就不用叫嚣 咱们贸易谈判呢 好好谈 如果直升谈判的时候呢 相信谈判呢 会带来利好 就已经在这里面读了 对吧 就不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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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